我今年由于几个疫情 就没有办法回家跟父母过年 所以我知道很多不住在美国的朋友们 可能很容易忘记 美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的 就算我要回去的话 我妈得这个新冠肺炎的概率只有1% 那我觉得还是不值 再说我妈从小到大就一直抽烟嘛 所以她的肺本身很脆弱 所以我觉得不如我留在洛杉矶 My mom loves Christmas more than anything in life 在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就开始哭了 但是她也知道 It's like the right choice 对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当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话题 好 你要坐直一点啊 Good morning啊 No 这是于老师每次跟我说 在日式英语 他每次叫我都会说 Tom 是外国人吗 是亚裔 你看我们在美国 我中国的洗脑能力太强了 我在自己的国家还把自己叫做外国人 What is happening 我们中国真的太厉害了 Today我们也要讲的是 中国的春节还有圣诞节 毕竟圣诞节后天就到 然后我就觉得讲一个关于圣诞节的视频可能太浮浅 所以我觉得不如邀请这个中国00后 帮我做一个跟春节的对比 讲一讲腐朽的春节 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在中国过春节 八年了吧 你还有印象吧 我还有印象 今天我还有印象 因为每次春节搞的首先都很累 另外搞的呢都很虚伪 我每次和父母回他们老家的时候 他们就要见一大堆一大堆人 一家一家的见 然后进去的时候有些人我认识 但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 然后说实话吧 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头吧 跟我也没啥可聊的 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没啥可聊的 其实这一点我是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老人 其实他们有很多可以跟你聊的 只不过是很多中国年轻人 尤其是00后和90后 他们由于信息时代 或者由于这个自我为中心的时代 他们不懂的是跟年纪带着的人交流 是双向的一条路 毕竟你们有代沟 而且中国老人和你这个年轻人之间的代沟 可以说是全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 没有之一 对吧 所以你也得下功夫去找办法跟他们交流 原来你聊不了 中国那些老头老太太开头就是 我是不是你好 或者是我知道你小你不懂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可以谈到的区别 就体现在于你和长辈们的交流模式 因为我其实我爸爸和妈妈 就每个个字都有很多的叔叔阿姨 很多的cousins什么的 家庭团聚的时候就认特别多 然后我们要跟长辈们聊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是否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会问我们这些问题 你现在有女朋友 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他们一般不会问你工资有多少 这是中国老人 这有非常直接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们交流的时候 不是说他们想听你讲完 所以可以给你一些建议那样的关系 对吧 他们可能更加想帮你当人 而不是把你当孩子就那样去跟你交流 那你在中国记得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这圣诞节的气氛啊 或者在中国你知道最近不让过 我知道了 最近靳平又加速了不让过了 原来我小的时候七八年前 靳平上台之前在学校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是不放下来的 对 不是霸平的节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人递贺他 然后当时也会有 也会放圣诞歌就那些乱七八糟的吧 然后教室也会有装饰 现在应该是不允许 什么样的歌 什么样的圣诞歌 就是那种叮叮当当或七八糟的 你唱一下 我也哼不住 你唱一下 好像是当当当当当 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会递贺卡 当时还会庆祝圣诞节吧 但是后来现在我走之后 几年之后现在不让庆祝 叫我前几天看一个通知 说教室里头不应该放一个庆祝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我以前看过他们有这样的通告吧 但是以前还能够就还是上面有政策 下面有对策 我以前还会看到不少餐馆 有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打折啊 他们就这样的活动之类的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现在在如此被压迫的环境之下 他们会不会还冒着这个风险 去庆祝圣诞节 I don't think so right 但是圣诞节就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对 所以这个对共产党来说还是 对性共产党是有影响 少收点消费税 对吧 You can make a lot of money 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你看中国大部分的节日 已经被商业化的不行 就已经完全就不知道 中国的节日本来是有什么意义的 除了消费之外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其实是跟共产党 就是不要让人民 有自己的信仰有关系 就是他希望物质和共产党主义 或者习近平思想主义 是你的信仰 而不是什么宗教啊 或者其实很多中国人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觉得 如果你不信教的话 那你没有信仰 就是他们觉得 信仰的前提是信教 中国人啊 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 但是他们确实觉得 就是如果不信教的话 就算没有信仰 然后我认为那是不信仰 你信仰吗 我应该是无神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 你看到人们 我们已经有90,000年了 不过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是3-4亿亿亿亚 我们已经收开了 如果我们应该知道 能处理好 我们能处理好 能处理好 突然之后 人们会能处理多久 到最后能处理得 去生产 后果如果 GO 如果不要进行 meanwhile 就晃出了 人ню stitched 很后来 如果这次是 偶面红树 否访问 Pose完 大限 天下的一海, 因为你还能提到一个能量的力量, 你不是想想认为在那里面有千万年 以往我们能够输输输出我们的 Big Bang We can create our own universe, 所以我认为, 因为它对而言之我们已有像续毕业, 集中的这一切 我认为, 真的就是我们在一个极限制的障碍 我认为, なるほど以别人为了一定要的机器 我认为, 所以是这一个传统或有其他人? 我认为那些人? 我认为是几个人, 我认为我认为有 teh mobile的 traum来 I mean, I definitely don't think that Jesus died for my sins and I don't think that, you know, there's a God that's like, Tom, do not masturbate, okay, Tom, you can't fuck other dudes, you can't masturbate and like, you know, I just think that religion is very, you know, the Bible has a part in it that says, 如果一个女生她不是处女儿去结婚的话,她应该被石头给砸死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基督教徒他们不提这个呢,但是为什么他们疯狂的根据他们这个宗教而反对同性恋呢,对,宗教有很多事都是很虚伪的,非常违君的,其实宗教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本身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用它来操控老百姓,来忽悠大众,这才是问题,所以才有马克森那么那句名言说, 宗教是大众的鸦片,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幻想,一种麻醉,一种安慰而已,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就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些问题大家都没法回答,我们只能给你我们自己的观点而已,但是很多人他们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就觉得我必须,我心里不踏实,然而没有这个答案,而且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你的生活确实很艰难,问题在哪呢,如果你非得让我跟你一样信教, 宗教总是有排差性,然后呢,我觉得还好吧,目前信其他教的人,除了有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强迫过我,但是那个强迫我信教的人真的强迫得非常莫名,哪一个宗教,他强迫你相信哪一个,三个字不敢说,天主啊,法轮功,哎呦,我也有啊,我也遭遇过法轮功的教聘,我没说啊,我不确定,当然了, 这个教徒,他可能不代表这个整个教徒,这所有的教徒,就是他一个个人现象,但他当时逼我的时候,逼得就很紧的,如果要不,跟他怎么怎么样,后果就是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说了一下,这一段最高的,当时不不紧逼,狼腾狐猿的样子,我知道那三个字的,这个, 信教者肯定会说,他们的教不强迫其他人信教,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同意,我只是在讲一个个体,一个个体呢,他要么就是没听你们的教义,要么就是,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逼迫了别人,这样是不好的,就是你信教呢,你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别人要不信的话,你应该尊重别人,不要轻易的扣帽子说,你不信教,所以你就是坏人,不要,不要这么轻易的觉得,哦,因为这个政客信教,就觉得他人贫, 就特别好,这个是政客会怎么利用宗教,来忽悠老百姓的一个手段,对,其实我实际上,我觉得最坏的人,是那种,动不动就告诉,就动不动就得告诉你,他有多么好,那么这个话说回来的,圣诞节和春节,其实我有一次度过春节,我有一次在中国,跟我一个很好中戏的一个朋友,回到他老家,然后跟他家人,过了春节,然后我就觉得在我人生中,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首先是因为, 能够跟他一起回去,他那个小城市,我觉得连第四线城市都算不上的,内疆是在四川,有一天我们都下馆子,我们跟他们的家庭,我们都下馆子吃饭,然后我们到这个饭馆的时候,他们当然很少会见到老外,更不用说中文说的如此流烈的老外,我们到那个饭馆的时候,有人排队,要跟我们拍照,现在很搞笑的是,他们都听得懂我说的话,他们都觉得我中文怎么这么标准, 对,但是他们,我反而就是要听他们讲这个所谓的川普,就有这个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川普,对,这个叫川普,就不是特兰普,就是这个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我听得特别费劲,但是我觉得四川方言,跟其他方言相比来讲,我还是能够,就是如果认真的聆听的话,还能够听得懂,还能够透和,我觉得从我主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四川的方言,我还是特别喜欢, 跟我自己主观认为,英英比美音更好听一样,英英听起来,哎呀,他一定是,他暴动了,你找抽啊,英英,我同意,英英,我同意,英英比美音听起来更专业,其实原来他们好像是,本来是想把广东话跟全国的语言,但是因为一票之差,但是你差点就学了广东话,因为如果是日语的话,我肯定压根就不会学中文,我肯定,他好像有七个音,不是四个音,对,他音太多了,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 你呢,你在这儿过了圣诞节吗?我在这儿过圣诞节,七年过了圣诞节,我父母搞了一个非常大的party,当时我也戴了一个圣诞帽子,然后出来,然后很多人就要来和我合影,当时我还不成名了,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你真可爱,戴着这个圣诞帽子很可爱,要跟我合影,当时你还没有开始发乳猫的东西? 一个都没有,当时我推特还有四十个followers,有四十个,我今年开始发东西的时候,我也刚好有四十个followers,半年前,有一个老人把我请出来了,然后他就脸上很严肃的样子,跟我说,小伙子,你该减肥了,有点胖,如果我要去一个美国人的holiday party的话,我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要再和中国人一块过圣诞节的话,永远会听到这些乱七八糟。 对,你是不是胖了一点啊,对对对,中国人对你说你是否胖了一点,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像打招呼一样,那你怎么回他,你怎么回复他了,你怎么说话,我没理,你肯定理他,你肯定是敷衍了他,说,谢谢,我以后肯定会减肥,然后我现在胖了两倍,让他很失望,他其实也很胖,我不知道他说,他让我减肥的自信是什么,他又爱我胖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年纪比你大,所以觉得他们懂得比你多,对,所以他们就是出于这个善意,要给你这个 建议,我觉得孩子这个叫前车直见,我告诉你啊,作为一个胖子生活会很艰难啊,很辛苦啊,你还是想趁年轻的时候减肥啊,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我只能说今年我没法回家跟我父母过圣诞节,确实会比较痛苦,但是刚好,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我会多做视频,我会多把时间投入到事业上, 想给你们做出更多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将来各位会敬请期待,好的,好的,我是乐乐法利,我是汤姆乾隆,谢谢各位,我们下一次再会,Peace! 请期待 teh 到qtス 来 私 此 来 咱 这 来 啥 咱 网里 来 咱 曼共和坑 只要 我 之 来 这 来 请你接 这 来 这 来 这 来 来 ір凶 来 这 来 这 来 来 这里 来 了